南投基督教医院双喜临门 第二任院长由袁张基总院外科部主任郑军桓博士接任 同时启用自法国引进的新型先进体外振波碎时宜 副县长陈振生见证祝贺 并期许未来能有医学中心落小南投 南基成为张基体系之后 第二任院长就任典礼 首先在荣中的感恩礼拜唱试助导中 由张基总院董事长纯新梁授职 新任院长郑勋桓 并与首任纯新药院长交接应信 我想今天董事会或总院 我们愿意投入那么多 就是我们在社会承诺方面可以投入更多 希望我们在地南投的乡亲 能够更健康更快乐 我们把最好的医疗带到这里来 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爱心 而且我们也相信我们最好的医疗 最主要的就是要照顾我们的乡亲 代表林县长来参与南投基督教医院 新任的院长的一个交接礼拜仪式 以及体外正坡的税食室的街牌 特别感到高兴 随后整副县长一行人 也前往新型先进体外正坡税食仪接牌 并感谢院方积极投资 挣扎病床 以及引进展新医疗设备 使本县泄民福气 并期许划设了广大20多公顷的医疗赚区土地 未来能够见到县内有设立大型医院 我们一直觉得在地医疗 深耕南投是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 作为一个爱的医院 传爱来照顾我们的南投建民 最好的一个方式跟最好的一个使命 我们在国土计划里面 也规划了一块将近20公顷的医疗 厌守的一个用地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也希望尽速的来完成 大型医院的设立 甚至于针对四大重症急诊 有必要的状况来赶快设置 南投基督教医院 未来将着重在增加外科体系治疗团队 包括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患伤 脊椎微创内视镜等等 搭配最新一代体外振波随时仪 等外科疾病诊疗与设备 提供南投偏乡以及原乡地区 医疗需求 记者曾光佑 暗度士采访报导 再次进行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